佛说 人间佛教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眼睛开始模糊的时候呢 他基本上如果那一个字 一旦写的时候停下来 他就找不回那个停顿的点 再往下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星云大师的一笔字的这份因缘 其实在好几十年前 因为大师就是过度的饥饿 所以他就罹患了这个糖尿病 当然过了很多年之后 其实都是相安无事的 可是后期的几年呢 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 就导致了大师的视力 是有逐渐减弱的 那后来呢 经过医院的诊断呢 就说他是受这个糖尿病影响 所以那个眼底啊 完全盖化了 所以是没有可能会医好的 因为他的生活作息 如果说眼睛看不清楚的话呢 他就没办法看书 也不能看报纸 那就让他联想到 常常那些读者啊朋友啊图众啊 都会邀请他签名嘛 那他就想到 那就学写字吧 因为他认为呢 即便眼睛看不到 所以呢 只能大概算到 那个字跟字之间的距离 到底有多大的空间 所以一旦出了末 他就要一挥而救 如果一笔写不完的话 到底第二笔要下在哪里呢 就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开始了 所以只有凭着心理的那个衡量 不管要写的这句话 有多少个字 他都要一笔就完成 然后才能达到目标 所以他就把它定名为一笔字 那我之前有看过 星云大师的一些访问 他很可爱 他说呢 嗯 你们不要看我的字 因为我的字不好看 但是你们可以看我的心 所以大师的这个一笔字呢 常常让我觉得 非常非常的有力量 而大师的一笔字呢 真的去到哪里 都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而且也办了很多的这个展览 到世界各地 那其实有一年 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呢 在马来西亚的国家画廊 也筹办了一次绝友情墨迹展 而我看到大师的那个文章里面 有分享过 其实这一个在马来西亚办的 这个墨迹展呢 其实是途中瞒着他的 那就是等到一切准备好了 然后他们才邀请大师 过到来我们马来西亚这边剪彩 他自己本身也觉得 啊 吓了一条 我的字怎么可以进到 马来西亚的国家画廊展出吗 不过呢 他想到弟子们的用心 也不能不给他们捧场 所以呢 就这样子来到了马来西亚 呃 做这个剪彩 原来从那一次的开始之后呢 后来陆陆续续就在美国的 伯克莱大学啊 西莱大学啊 还有中国大陆啊 一些的博物院啊 香港啊 澳洲啊 等等国家跟地区呢 哇哦 展出了好多好多场 也就是陆陆续续在很多个城市呢 办了这一些展览啊 大师就会觉得说 啊 每次他的书法 到了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城市 他都觉得很像在做梦一样 也不相信说 哦 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所以呢 他常常很谦卑 他也说 我的字呢 承蒙众人不嫌弃 而能登上大雅之堂 实在是愧不敢当 他说 如果一笔字 要说有什么价值的话 就只是说 出家那么多年以来 凭借一份与人结缘 给人欢喜的心 希望大家把我 字内佛法的意义 信仰的法喜给带回家 那就是我最虔诚的祝导了 你看 大师在写一笔字的那份慈悲 真的展露无遗 所以我也是在想 啊 如果有人是收藏 热心远大师的一笔字的话 哇 那是多么大的福报 跟一个美好姻缘啊 那我自己本身 从大师的一笔字里面 我自己的体悟是什么呢 那就是 一旦我们开始要决定 做好一件事情 或一个任务的话呢 就不可以随便放弃 一旦开始了 我们就要持续 就好像一笔字一样 那例如说 我们可能在工作上 职场上 要去完成一个任务的时候 他就不能呢 随便说放弃 为什么呢 因为一旦我们自己说 我就放弃不做的时候 我们不晓得 那个不做下去的决定 会影响多少人 多少的这个因缘 因此断掉 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 哎呀 这件事情太难了 我就没办法持续 所以我就想要请辞 或者是推掉这个任务 可是你不知道 很多人 很多事情 可能因为你当初决定了 要开始做 他们才跟着一个一个的 慢慢凑合起来的 所以一旦不做 他就停掉了 所以大师的这个一笔字呢 其实让我觉得说 非常的有那个力量 那不管怎么样呢 大师的一笔字 也教会了我们很多很多 意想不到的事情 谢谢星云大师的教会 我会铭记在心 将一笔字的精神 融入在我做人 做事的态度中 一旦开始 就不会随便轻言放弃 因为我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也要为别人的助缘而负责 我们一起学习 将佛法生活化 生活佛法化 欢迎你将我们 For Your Podcast呢 分享给身边的人 祝愿我们都发泄充满 福慧增长 佛说 人间佛教